大肠癌超恐怖 吃优格风险大降26% 根据台湾今年公布的最新数据 十大癌症的榜首依旧是大肠癌 已经连续14年蝉联台湾人最常罹患的癌症之王 平均每35分钟就会有一个人罹患大肠癌 在现今不少人都是外食族的情况 真的不得不重视该问题 对此,台湾张明威教授分享 透露大肠癌其实是吃出来的疾病 只要有良好的饮食习惯就能降低罹癌风险 张明威表示 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团队发表在 GOT期刊的成果显示 每天一杯优格就能降26%罹患大肠癌风险 优格是日常膳食摄入乳制品的重要产品类型 每天只要一小杯 不仅可以增加饱足感 是解馋最好的甜点 还有很多好处 像是补充蛋白质和钙质 还有提高免疫力 促进肠道蠕动 预防骨质疏松 降低高血压风险 防便秘等功能 毕竟肠胃道很容易累积脏东西 这些益生菌能帮助我们将这些脏东西排出体外 进而减少肠胃道里的致癌物质 吃优格不只可以改善肠道环境 还可以有调节免疫力的效果 但优格与牛奶相比 优格反而更易于消化和吸收 这是因为鲜奶在发酵的过程中 乳糖会被乳酸菌分解为乳酸 原料乳中蛋白质和脂肪被不同程度水解 转化成有益人体健康的多态 氨基酸等 不仅易消化吸收 对于乳糖不耐症的人来说 就不会有喝完有腹痛水泻的状况发生了 不过 张明威也提醒 由于大部分优格制品并非减肥食品 为了提升优格的口感 会在优格中加入大量的糖 而且优格本身也是有脂肪和热量的 千万别拿优格来减肥 同样的 优格也不适合糖尿病患者饮用 否则会陷入糖分摄入过多的风险 还需特别注意 健康生活编辑部 我们做化为了解你的毒人 支随后 也接着 使用 而 照顾